近来的香港无线电视台还真的是不消停 继林峰 胡信尔 万奇文是纷纷出走之后 又有香港媒体爆料称入职11年的当家话的徐子珊 也将于10月份离朝 那近日呢 徐子珊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这一传闻 不过呢 这个回答听起来相当的微妙 其实真的约会快门 但是 其实我现在还没有决定怎么去继续 时间不对 还没决定 这意思 难不成是离开香港无线 已经在计划之中只差最后时间定断了 要知道 自从胡信尔表示出不再续约的意向后 可就有不少公司纷纷出高价抢夺啊 难不成 徐子珊也羡慕嫉妒恨了 想要不齐后尘 其他人的决定 我觉得我不应该去评论 慢慢想了 也不用急 虽然徐子珊嘴上说着跟公司关系不错 但是从去年开始 他就已经开始被冷藏 参与重头剧的拍摄越来越少 加上屡次痛失事后奖杯 不受东家待见的事实显而易见 而他也已经为自己的日后的道路做好了准备 有机会的话 我想也可以自己会自己卸制一下 做圣旅活什么的 我其实自己在学珠宝卸制 娱乐新听地 香港采访不到